憑著Youtube節目玩爆你的腎 爆紅的主持人Kevin Boy KB李健宏 一向鬼主義多多 一年多前他在二世古開酒吧 還發展得不錯 少名人去捧場 好像陳奕迅 徐浩瑩 究竟KB為何會在日本創業呢? 因為Miseko這個地方 我和另一個拍檔 我另一個朋友很喜歡滑雪 我們有次在滑雪的時候 坐在山上那時已經是貴味 我們坐著看著二世古的小鎮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 如果可以在這裡做生意 就是做生意就可以整天來 然後我說原來可以 之後我們玩完就下去開車 然後到處走 然後看到有間店鋪在 然後我的朋友說 打給我地產公司 然後有個外國人給你 怎樣?有甚麼可以幫助你們 覺得我們已經不會幫助 我說我們可以進去看看 好…然後可以下訂 即場 香港人在日本創業 有甚麼地方要注意? 也有很多報告要做的 是的 但是正所謂 認識別人比讀書更好 幸好我們日本也有朋友幫忙的 你在日本想投資 其實你是想想嚮往那邊的 那邊的生活節奏和那邊的環境 如果你想賺大錢 日本不是一個地方讓你賺大錢 現在酒吧生意 但是黃偉時每晚都坐滿人 KB可否分享一下經營之道呢? 最重要是好玩 對 就是你用玩的形式去建立一些東西 我們不要為甚麼目的 因為很多時候你只為一個目的 去做一件事的話 你自己那個人都未必是好 因為你經常要計算 但是我們就真的用一個玩的心態 就像滑雪那樣去做這件事 但是你這樣做的話 你是不是真的會親身去 下去幫忙啊 下去做事啊 你下去跟別人聊天 別人感覺到你那份熱情 那份 passion的話 這樣傳來傳來就會傳來 傳來就好好的 我就是在說真的 你要像有一點兒 也一樣 想像你成功 成功 成功 再次讓別人激辛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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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